大家好我是Michella 你的小腿受傷或者是不舒服之後 要如何回到正常的訓練還有比賽呢? 在這個系列的馬拉松治療師 試騎的運動傷害教室裡面 他已經跟大家分享了我們小腿的結構 還有跟關節的關聯性 也教大家如何用一些工具來放鬆 這些比較不舒服的點 那從這一集開始呢 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去伸展 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可能你居家就已經有的東西 或者是你在通勤的時候 在辦公室裡面 就可以找到的一些東西 來幫助你伸展 歡迎來到馬拉松治療師的 運動傷害教室 小腿肚的第四集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伸展的差異 一樣是小腿肚 可是因為裡面有非常多條肌肉 所以我要先從解剖的地方 跟大家稍微的介紹 再藉著用動作的方式 跟大家分析 如何拉到雙關節的肥腸肌 單關節的比目魚肌 甚至同時呢 讓整個懷關節 因為伸展而得到有一定的好處 那如果你家裡有樓梯 像這樣 我們可以用樓梯把前腳掌 踩在樓梯上 然後把腳跟往下壓的方式 膝蓋伸直拉肥腸肌 那如果呢 斐腸肌拉完 感覺沒這麼明顯 我們可以把膝蓋彎曲 去拉比目魚肌 家裡沒有樓梯沒有台階 你在做捷運的時候 做手扶梯 在公共場所 只要有逃生梯的地方 其實你都可以盡可能去拉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們還是有一個方式可以在家裡 我們可以應用家裡的床 家具或牆 推的方式呢 把膝蓋伸直 這時候也是一樣拉肥腸肌 把膝蓋彎曲一點 一樣 腳跟往下 往地上的方向 這時候拉的就是比較比目魚肌 那大家會好奇 小腿到底要拉多少 小腿呢 通常會建議 一天要拉3到5分鐘 就是180到250秒 看你今天訓練的強度 或是你站的程度 有些人如果你穿高跟鞋 如果你今天站的比較久 走的比較多 甚至今天是一個長的距離的訓練量 這時候伸展對你非常重要 不一定要一次把3分鐘5分鐘做完 你可以分三次 可以分早中晚 可以分晚上 可以分兩次 睡前再拉 其實都非常的好 重點是盡可能去拉 每次拉20秒以上 這樣才真的有效的 把你的小腿給放鬆 如果你是跑著 你可能在等捷運 在做手扶梯的時候 或者是在走樓梯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是無意識 常常去伸展你的小腿呢 所以其實這並不可能 多做就對了 如果您覺得這支影片 對你來說有些幫助 請幫我們在留言裡面寫 為什麼 哪裡特別有印象 然後請幫我們分享給你的朋友 幫我們訂閱 按讚 還有追蹤 如果你想要用實質的方式 來支持我和士奇 請到拋著基地上士奇的基地訓練 或者是恢復課 也可以到生活不倒翁天狗 專業的裝備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見 製作曲 李宗盛 我們下一次見 製作詞